大家好,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我是影子 很多很多人一直叫我錄克魯賽爾戰記 那我錄克魯賽爾戰記的次數為什麼這麼少呢? 是因為我現在帳號還非常的弱 所以我沒有辦法拍任何的攻略給大家 那我就會不知道我要拍什麼了 我玩克魯賽爾戰記,如果沒有攻略可以拍給大家 沒有什麼新東西,沒有什麼新資訊可以拍給大家的話呢 我就會比較少拍啦 所以今天,因大家要求我就來拍一下我的帳號成長日記好了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要拍什麼,我帳號只在弱的可以 我還一直在追大家的進度,一年多沒玩了 那我現在吃書的角色就是上面這幾個 然後大部分都是一輸啦,只有阿肯是三輸,然後海盜是二輸 其他下面都是沒吃書 我的輸實在是少的可憐,真的非常少的可憐 不過我現在可以打挑戰一挑戰二了 所以我打給大家看好了 挑戰一挑戰二的隊伍都是一樣,我都是用這一隊打 然後挑戰一的時候我會帶貝拉啦 那挑戰二我就會帶沙漠的那隻女神 挑戰三我目前還打不贏,可能是我的輸吃的太少 所以那一關目前還打不贏,一下就爆了 我覺得挑戰真的是蠻有難度的,而且敵人的血都爆多 所以都要打很久 克武賽的戰機我覺得回鍋完之後還蠻有一番風味的 其實這遊戲真的做得還不錯 我覺得現在克武賽的戰機的缺點阿 唯一的缺點應該就是 呃,伺服器做得不是很穩定 如果不掛VPN的話呢,幾乎就會常常一直在轉圈 有時候就連掛VPN都會轉圈,然後就要再調整 調整VPN轉到別的伺服器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 這是遊戲,這個遊戲的缺點阿 然後克服呢,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一件事 克魯賽德伺服,呃克魯賽德的 克服我覺得服務還是做得並不是非常的好 跟以前一樣啦,因為 可能他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吧 因為我有儲值一筆 成長包 是890元台幣的 然後呢 我買下去之後呢 結果沒有拿到物品 沒有拿到物品,那 我就寫信給官方嘛 寫信給官方之後他就說是你的 iOS帳號的問題 然後直接叫我聯繫Apple 就直接叫我聯繫蘋果 其實要處理的方法很簡單 因為我的扣款都已經扣了 然後我還要把 那個收據拿給他們看 給他們看發票,結果呢 他們就叫我聯繫蘋果 蘋果的官方 就把責任推給他們啦 其實他們要做的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我買的東西 因為已經扣款了嘛 只要把我買的東西的內容 發給我就好啦,我又不是申請退款 我只是跟他講我沒有收到東西 可不可以把東西給我 那 他既然叫我聯絡Apple 叫我聯絡蘋果 然後我昨天也聯絡蘋果了 再等蘋果回覆 不過這樣子的話 我就只能跟蘋果要求退款 那 為什麼他們不乾脆就直接把東西給我呢 反而 要我去跟蘋果講 然後讓我去跟蘋果申請退款 這樣他們不就少賺一筆嗎 就他們 他們處理事情的態度有點奇怪 就能推就推 一直把責任推掉 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那個 克魯賽的 戰技的官方寫給我的那一封信 挑戰一幾乎是沒什麼難度啦 其實只要 有吃 角色有吃一輸的話呢 血應該都是夠的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打死 我一直消錯版 這個就是挑戰一啦 其實他們每一個挑戰都有可能 有機會會掉輸的 我有打到過一本輸 是在挑戰一打到的 那 挑戰四 機率是不是會比較高 這一點我不太確定 應該會比較高吧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 裝備的刻印齁 我的刻印都是挑戰一挑戰二打到 所以都蠻爛的 不過我還發現 挑戰一就可以打到體力加一萬二的東西耶 這是什麼 哇 這也太誇張 一加就加一萬二 現在真的是體力戰技了 真的 然後呢 北風 就冰鎚的 專武給他刻印這樣子 其實我這個應該是要換成物防啦 加物理防禦力的會比較好 不過因為之前我拿到一個殷之灼 然後那時候我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的刻印石了 所以我就暫時先裝了這一個 這個是我第一個裝的刻印石 不過現在要拿起來的話呢 需要五十萬 所以大家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個東西需要拿起來嗎 還是直接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因為我想換成 防禦力 想換成物理防禦力 那 就等大家回復我了 因為拿起來五十萬 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現在帳號真的非常的窮 所以我不知道要不要拿起來 因為這個東西好像是一個套裝的其中一件 所以我怕這個東西是很難打的 我怕確認是不是很難打 之前大家帶我打那個沙漠 沙漠BOSS 新的BOSS的時候打到的 所以不知道需不需要留 要留的話 或不用留的話 在下面留言跟我講一下 不然我會 我不想把它直接刪掉 如果那是好東西的話 好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克魯 官方寫給我的信 我這邊有寫到說 我付了890元台幣 然後買了克魯賽德戰記的成長包 結果沒有拿到任何東西 下面呢 他們就回覆我說 很感謝你聯繫我們 我們很抱歉造成你的任何不便 你有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關於你的iTune帳號 所以必須要聯絡 Apple的客服 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 就這樣 就沒了 你就直接發給我物品就好了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不過我剛剛才打開我的iTune帳號 結果發現他已經退款了 所以還好 至少有退還給我 在這邊我買了890元的 然後已經退了 不過Apple一般是會 退的時候會寄信給我 可是我剛剛看還是沒有收到任何的郵件 不過這邊有寫退了應該就是有退啦 那上面後來我又買了另外一個270 這個我就有收到 所以這個沒問題 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個... 這個禮包我買... 不能買 這個成長禮包 一個帳號只能買一次的 寶寶長大包 這個我買不下去 所以我再試... 我可能再試試看用模擬器買吧 因為我之前是用手機是蘋果的手機買的 不能買 呃... 我是看在用模擬器買 模擬器是... 安卓系統的 說不定安卓系統就可以 所以我之後再試吧 那我來打一下挑戰2給大家看 挑戰2我這邊就要帶... 雅努特了 因為... 第三隻boss那一隻暴女呢 暴女如果沒有用... 如果沒有很快的把他殺死 他在第15秒的時候啊 他會放一個大招 就會有一些狗衝出來 打人... 奇痛啊 超級痛的 那我直接會翻船 所以我必須要用殺女把他的... 蓄力... 取消掉 我的靈主為什麼我要帶... 這隻巫師呢 因為我靈主只有這隻巫師 有7級 其他的靈主都還沒有7級 我現在正在練那一隻 會造快的靈主 所以還要再過一段... 一陣子吧 現在造快那隻靈主才... 好像才4級 所以還要再練一陣子 才會到7級 7級才能拿出來用 不然沒有7級實在是非常爛 所以我看大家挑戰3 挑戰4 其實都是帶那一隻... 會造快的那隻機械 機器人 所以我就是... 目前就在練那一隻啦 那我也希望我的帳號 廣快成長起來 那之後我才可以... 拍一下攻略給大家看啦 不然其實大家這種挑戰關卡啊 紅蓮關卡啊 應該都看到爛了吧 這都是半年前說不定 很久很久以前的東西了 大家應該都看到爛了 所以是第二隻boss呢 他這邊寫 恢復體力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用女神 來把他的... 狀態取消掉 不然他就會一直補血 而且他補血量補很多 你看 恢復體力的時候 我們就要按一下女神 那其他時間就不用按了 我按太快了 沒問題再按一次 就這隻暴女啦 如果不帶殺女神的話呢 然後沒有在15秒... 秒...秒內 把他殺掉的話呢 他就會爆走 所以要嘛就是傷害夠高 不過我傷害... 我的隊伍傷害還不夠高啦 傷害夠高 直接把他秒殺的話呢 就不用帶沙漠女神 但是我沒辦法 所以我必須帶 只是帶沙漠女神就會打得比較慢一點 我挑戰2的大約都要4分多鐘才能打得完 那這邊出現影子世界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要按女神把他消掉 其實哥爾賽的戰技很好笑欸 我發現很多關卡都有影子這一個字 然後連BOSS啊 很多BOSS都叫做影子啊 或者招式像這個影子的世界 都跟影子有關 是在暗示我要回來玩的意思嗎 哈哈 他有一些關卡啊 在推主線劇情的時候 有一些關卡叫做影子與少女 就反正有很多很多 有影子這一個... 這一個名字 這就還蠻好笑的 回來玩的時候 笑了一下 對啊 怎麼樣都跟克魯脫不了關係 就是命中注定要回來玩他 我來打一下挑戰3試試看啊 不過通常都在前面就死掉了 我在遇到第一波BOSS 有三隻老鼠的時候 那邊我就會死掉 不知道是打得不夠快還是怎麼樣 可能是打得不夠快 因為BOSS好像過一陣子沒有死的話會暴走 我一樣帶這一隊 帶殺女神好了 因為我不確定女神要帶誰 我本來是帶賽拉 結果死掉 我還沒試過殺女神 所以試一下 那剛開始會要丟那個 照明彈 照明彈要丟在這隻老鼠上面 有丟到嗎 有丟到嗎 有丟到的話小兵就會全部掛掉 不過問題是BOSS啦 可是BOSS就是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看可能是我的攻擊力不夠高 打得似乎有點久 然後搞得BOSS會爆氣的感覺 掛掉了你看 掛掉了 好啦我放棄 冰錘掛掉就不用玩了 被一槍 被一槍擊斃的冰錘 有點可憐 我開始轉圈了 開始轉圈了 那紅蓮 其實紅蓮BOSS我在上一次就打給大家看過了 那個知田信長 這一關我在上次的直播有打給大家看 那今天因為 我現在鑽石很少沒辦法重置 不像以前一樣要重置就重置 現在很 現在資源很少 那還有什麼要給大家看呢我想一下喔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PVC隊伍好了 我PVC隊伍是這一隊 那因為我的帳號就是有這幾個角色有吃書 所以我目前就是暫時先用這一隊 但是這一隊的缺點就是必須要三消 雖然三消買版 幾乎就是等於單消啦 不過呢 因為我平常在打PVC都是睡覺前打 或者是睡醒在打的 所以 有時候迷迷糊糊的沒有按到這個增加方塊 沒有買版 或者是挑到很強的對手 所以呢 我希望以後還是抽一隻 呃 李梓娜嗎 是叫李梓娜 抽一隻梓娜來玩 就是全部單消就好了 這是我最理想的隊伍 這樣子我再不會迷迷糊糊的 然後點錯 沒有買到版啊 或者是選到太強的敵人的話呢 就會翻船 像這個 怎麼會遇到16書的角色呢 這運氣有夠碎 我的書實在很少會遇到這種隊伍 如果我在睡前或睡醒的時候 我就直接點下去 然後就直接翻船 所以最好還是能找到一隊是全部單消的 當然是最好啦 我目前就先將就這樣用吧 我現在最想要的應該就是紫娜的 既然有了冰鎚之後就是想要紫娜的 反正安娜現在已經抽不到了 安娜最強的角色 現在抽不到 所以就等紫娜啦 希望紫娜會趕快開加倍讓我抽 不過就算有加倍也不一定能抽得到 還要看運氣 以前很多那種PVC很強的角色 現在都變成倉管 好可憐 角色這麼多卻不知道要用誰 又在轉圈了 我剛剛連了一個新的 VPN 韓國VPN伺服器 因為本來的那個一直在轉圈 這個好一點 其實那一點就比較麻煩啊 有時候又要換 那尤其是在釣魚的時候 釣魚的時候 如果釣魚的時候突然就永久斷圈 那不就很慘 就會斷線 好就是這樣啦 目前只要挑比較弱的對手的話 其實都還可以 就有時候會遇到那種很強的 我又在轉圈了 我又在轉圈了 才剛換捏 OK我們來講一下釣魚系統好了 釣魚系統我是略懂啦 因為我才14級 然後我也沒什麼在掛機 不過 查了一下網路上面的解釋 一般在掛機都是掛第二個 收益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掛機掛第二個就好 那掛機的裝備呢 也聽說海水跟淡水並沒有差多少 雖然說第二關這一關是海水的啦 所以如果有海水釣竿就帶海水釣竿 但是沒有的話聽說也沒有差多少 那個掛機的時候獎勵是差不多的 所以隨便掛都可以 魚餌的話掛機全部選擇 蚯蚓就對了 選別的聽說也是沒有多大幫助 下面有這一個 99鑽的這一個東西呢 是在手動釣魚的時候比較有用 掛機也是沒什麼差 那 我自己是很少掛 啊我的圖鑑也 收集這樣而已 就是沒什麼在用這個 掛機很多人都是用手機掛 比較不容易斷線 我用模擬器掛 我掛過一次吧 結果馬上一個多小時就斷了 有點可憐 所以不太確定是不是模擬器問題 好啦這一集影片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跟大家講一下我的帳號成長日記 那我可能過幾天還會再拍一次成長日記吧 如果可以打挑戰3或挑戰4的話我再拍 目前是還不行 好那就這樣囉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一個讚或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再見 掰掰